大家好 我今天想要來介紹一個 我以前剛開始收集仙人掌的時候 就很有興趣的品種 然後後來有機會可以入手 就一直保留到現在 那這個品種叫做奇想玩 奇特的奇想像的想 玩直的玩 那它的原產地是在阿根廷東部 大概海拔零到一千公尺的範圍 但是它是一個很廣泛分布的品種 那它通常是單幹 單幹就是一顆的意思 然後偶爾會有一些個體會有側芽 然後成珠的外徑 外徑是指這邊外徑 外徑大概是2.5公分 然後據說長度可以長到15公分 但是基本上我自己種的話 大概最多到10公分高吧 然後就掛掉了 對所以沒有超過15公分過 好 那也就是暗示說 這個品種的壽命其實沒有很長 就很容易拜拜 長太快的話 好 好 那這品種如你所見 它的花蠻有特色的 就是這樣很細的花瓣 這樣 那如果你靠過去仔細的聞的話呢 你會聞到一個淡淡的清香 那當然可能每個人的感覺不一樣 但是我個人的 聞起來的感覺是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所以大家如果手上有這個品種 它開花的話 大家可以試試看看 對 好 那它的花就是這樣子長長的 然後白色或者是我們講米白色的花瓣 然後 它這個花梗啊 你看到它這個是這樣子 它主要是受到太陽光的引導 所以就是說假設你放窗戶旁邊 或者是放半陽的地方 那它照到太陽的那一邊 它的那個花梗就會朝著那個太陽的方向生長 所以那我這個很明顯 我的太陽 這一顆太陽就在這個方向 所以才會長成這樣子 那如果你的是很均勻的 我講 就是你的受光是很均勻的 那它就會直直的往上長這樣子 嘿 那這個品種 的花 是晚上開的 也就是說 現在是晚上 對 沒錯 現在是晚上 然後呢 它開花 只會開到 從晚上七八點 可能六七點 一下 太陽一下山就差不多會慢慢的打開了 然後到隔天早上就會 凋謝 然後 凋謝完之後呢 這一個品種 它可以自花受粉 那隔壁這一顆呢 就是我原本 我原本想要拿來拍解說 但是 沒想到我 呃 那 發現的時候 它已經就是開完花結束了這樣子 然後 你看 自花受粉嘛 所以我都沒有動它 它就自己受粉成功了 然後 它受粉之後結果嘛 那如果果夾成熟的話呢 它中間這邊會裂開一個縫 就 裂開了縫之後 那個果實 可以讓那個種子 呃 在自然的狀況下 慢慢的釋放 或者是滾出來 就像這樣子 這樣 好 這我就沒有理它自然這樣 然後你看到下面這個是咖啡色的 這個 種子其實蠻有趣的 就是它好像 這個種子 如果你曬乾仔細觀察的話 它有 好像一層外衣這樣子 那如果你把它洗一洗的話 這一層外衣其實是可以被洗掉的 那裡面如果洗掉的話 它還是咖啡色的種子這樣子 那你播種的話 大概兩年或三年 它就可以開花了 對 然後 這邊有小顆的 所以它的小苗是長成這樣子 這是自己長出來的 這樣 這裡再大顆一點 然後 在這邊有一個 看起來比較正常的小苗 這樣 所以它小時候就是這個顏色 咖啡色的 或者是深咖啡色的個體 近一點好 大顆一點好 這樣 所以它 大顆的就長成這樣子 這個已經算是成株了 那這個品種是 夏天生長 夏天 然後 基本上 澆水的話 就是 土乾二到三天澆水 土乾二到三天澆水 或者是說 你看到 土乾了 隔天就可以澆水 夏天 對 那 冬天的話 最好就延長澆水 比如說 或者是想到時候再澆水 其實它都不會怎麼樣 我通常大概兩個禮拜 才會澆一次水吧 或者是雨季的時候 我就會避開 我就不會去澆水這樣子 然後 大到一定程度 我剛剛有講說 這個品種其實 我從來沒有種超過 九公分 十公分這樣子 那 這個品種 也就是說這個品種 其實到一定的長度 或大小之後 就很容易白白 然後 我 會再長到大概 這麼大左右 這麼大 這個大概五六公分高吧 的時候 我就會 控制它 控制我的澆水頻率 讓它稍微長慢一點 那長慢一點 其實也不會影響到它開花的頻率 對 都會正常開花 那它開花的位置呢 都在金幹的上半部 然後 所以有可能在這裡 有可能在這裡 有可能在這裡 對 所以 就 大概是這樣子 嘿 好 那 這個就是 這個品種 奇想玩 希望大家會喜歡 OK 掰掰